武警共九年份元江 为您整点报时 热烈祝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三十度 逐梦太空三十年 初心不改 起新城 今晚关注中国载人航天 三十而立正青春 他们在四川卢定地震中 坚守水电站 拉闸放水为下游排除风险 在躲避滑坡和渔阵中 一人失联 十七天后于今天获救 今晚故事为了下游百姓 经常秒睡 不分场合 不受控制 小心 这可能是一种罕见病 今晚披露 带您科学识别 发作性睡病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 部分动员的法令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还是看后期是否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来进入今晚故事 今天上午 一位在四川卢定6.8级地震中失联 长达17天的水电站工作人员干雨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祝您晚安 你所看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